第二题是化减下列各式 第一小题 6分之1加5分之1 好那我们呢 在做分数的加减的时候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通分 好那6分之1加5分之1的话 6跟5的最小公倍数是多少 630 好所以呢 我们就要把它通分 好那怎么通分 6分之1 我们要通分的话呢 我们就是乘上5 好那分母跟分子要同乘5 那5分之1的话呢 我们把它乘上6 那分母分子同乘上6 好那我们就可以来乘上加了 30分之5加上30分之6 所以就等于30分之11 再来第二小题 分母呢是9分之10 分子呢是3分之5 好所以就是9分之10分之3分之5 好那这边呢 我们要怎么办 看起来很复杂 但是呢我们只要把上面这一个分子 上面这个分母呢 我们把它写成横式 好所以就会等于 分子 分母 好我们就把它写成分子 除以 分母 分子除以分母 那除的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改成成法 所以我们把它颠倒 所以变成倒数 3分之5 乘上 10分之9 好那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约分 好约分之后呢 就等于2分之3 第三小题 1加3分之2 分之10 好那在这个部分怎么办 我们的分母呢 好分母是一个要计算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另外来计算 1加3分之2 这个我们可以心算一下吧 好1加3分之2 我们把这个1呢 写成3分之3 好所以把它加起来 就是3分之5 好 所以我们的分母呢 是3分之5 分之 分子是10 好那跟刚刚一样的做法 分子除以分母 所以10 除以3分之5 好那接着一样 我们把除法改成成法的话呢 就是后面的数写成倒数 所以就是5分之3 接着我们把它约分 所以得到236 再来第四小题 好分母呢 是2分之1加3分之1 分子呢 是4加6分之1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把它分开来算 再来把它写上来 好2分之1加3分之1 我们刚刚有学过哦 我们要先通分 所以2跟3的最小公倍数是6 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6分之多少 这边乘以3 分母乘以3 所以分子也要乘以3 那3分之1的部分呢 分母分子都乘上2 所以是6分之2 所以我们分母加起来 就是6分之5 好分子的部分呢 4加6分之1 我们把4呢 写成6分之24 好加上6分之1 所以呢 我们分子的整个部分是6分之25 好 所以我们原本的这个式子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什么呢 分母是6分之5 分子呢 是6分之25 好 那一样的 分子 除以分母 好 一样我们把它改成乘法 6分之25 乘以5分之6 接着约分 所以我们的答案呢 是5 好 那这边呢 每次都要写成除法呢 其实也是有一点麻烦的 那做习惯之后呢 其实你也可以跟我一样这样 好 我们来看这边 我们从这边写下来 这个分数分之分数的话呢 里面是分母 外面是分子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多少 内母 外子 好 6 5 30 或者是我就先写6乘5 那外子呢 就是25 乘以6 那我们可以约分 好 那一样也会得到5 这个答案 也会得到5 5 4 感谢观看